打完仗了 打完第二次世界大戰了 四日仗講的是什麼呢? 三個小朋友拿著一些玩具 這些玩具很有趣 好像風火輪一樣 這裡有三個小朋友 其中一個是中間的頭髮 沒有毛的小鞋 右邊有個小鞋把風火輪交給他 看到嗎? 不玩了,我給你 這三個小鞋代表什麼呢? 沒有毛那個 就是毛頭髮那個 蔣介石 那個叫他蔣光頭 右邊那個 就是李登輝 左邊那個 就是校長蔣經國 2001年 現在相距不是很久 2001年9月21日 那個 右邊那個小鞋 就是李登輝 李登輝 就被國民黨撤銷他的黨籍 他就把黨輝交出來 交給這個 中央那個 武毛的小鞋 這個象徵式 就是說 李登輝 不再是國民黨的黨員 1234 是指什麼呢? 就是指國民黨的四個代表人物 一就是孫中山 二三就是蔣氏父子 第四就是李登輝 無土有主 這個土字呢 很多人都解錯了 以為是領土 其實不是 五行呢 金木水火土 配五方 東南西北中 土呢 就配中 無土 即是北中 土是配中 記住啊 這個中間的中 和中心的那個中 是同音的 這個主字呢 為什麼呢 無土有主 是一個成語 叫做朝霞主語 這個主字呢 就代表暗示 不是主權 就是說 無土有些暗示 你們想想 暗示是什麼 是暗示李登輝 第四個代表 是不忠 是對國民黨不忠 不是對中國不忠 記住啊 在這裡說國民黨 小小天江 天江是什麼呢 天江原來是屬土的 土就在正中間 即是中正 即是蔣中正 他兒子呢 蔣經國呢 就是小天江 小小天江是 在說的是誰呢 不是就是蔣經國的接班人 李登輝 那 垂拱而至就是講這個李登輝 垂拱而至是好東西來的 即是道家的 無謂而至的意思 啊 李登輝有沒有這麼高的境界啊 其實這裡呢 是明報暗扁的 這就是 暗示李登輝呢 是任由民進黨座大 民進黨座大 就是國民黨 日益衰弱 即是他自己的黨 他是黨主席嗎 黨 他搞到自己的黨 一路一路衰弱 而敵對的那個民進黨 越來越大 哼 那你說有沒有趣呢 一後東來 氣態叫一口 有些人說 解造一個日字 口字加一個一字 入去 那個日字呢 是講日本 但其實不是啊 你看清楚那個情文後理 他一口呢 你加多一撇 就是一個石字 是講著 蔣介石 東來是指什麼呢 即是來到東面的台灣 氣態嬌呢 氣態嬌即是很驕傲 孫中山生前 曾經批評蔣介石 是此財奧物的 那就是氣態嬌呢 這麼囂 自以為是 此財奧物 你願意先都看不過眼呢 說腳下無理 腳下無理 手無無 腳下無理 是什麼意思呢 一九三六年 十二月十二日 凌晨兩點多鐘 發生了一件大事 世安事變 當時 蔣介石有兩個手下 張學良和楊虎成 發動兵艦 派軍隊去西安 臨同華青池 抓蔣介石 方亡逃命 的時候 連鞋都沒得穿 那就要走人 走老老的逃命 那無理就是 沒有鞋子 沒有鞋子 大家都知道 大家都叫他掌光頭 沒有鞋子 頭上沒有頭髮 這兩件事就是蔣介石 平生最大的陷事 醉魚 你願意先見他氣態嬌 今次以為是 就提起這兩件事 來疾一下他 一錯 蔣介石的銳氣 這件事是很搞笑的 你願意先真的很風趣 若奉木子冰箱換 木子就是李字 即是李登輝 換即是樓散 離散 冰箱換即是 哇 黨 國民黨 已經是 潰散了 潰不成黨 有這個李登輝出現的時候 就衰了 生我者後 死我雕 就是胡孫 孫悟空 那這個國民黨 是不是由孫悟空 孫悟山 是開始的 生我者後 國民黨是由孫而生 由雕而亡 什麼時候呢 我們都不知道 總之是由雕而亡 是這幾個 而是 這個就是 好